香港的組合黃振庭和杜凱晴 當然要恭喜中華隊在這個試勤賽當中又寫下了新的歷史 當然除了陳靖安跟莊志願在13年的時候的蠻雙金牌 現在在混雙的部分 我們把獎牌術已經 獎牌的顏色已經從97年 蔣蓬蓬跟陳靖的銅牌現在已經往上至少有銀牌 對 就是我們不能太快滿足 接下來明天就要來準備冠軍戰 在第二場比賽的部分 我們稍後要為大家帶來的是男子單打的16強戰 當然在昨天最後的16強名單出列之後 有一個比較大的意外就是 張繼科最後是已經落馬了 他沒有辦法繼續再更上一層樓 他輸的對手其實也不是太弱 是韓國的以上上屬大人 所以在接下來他們今年中國隊的男單五虎將當中 反倒是少了前球王 林高遠在我們昨天的最後一場比賽當中看到他就是驚險搭上末班車 接下來我們要為大家送上的轉播服務是中國大陸的好手 梵振東要對上的是德國希望 如穩 那當然這個對就排名上面來講 有一點落差 那也要先請球評來談一下這個梵振東 目前世界第二 不過台灣的很多選手甚至是球迷可能也算蠻熟悉的蠻常看到他 他的打法跟技戰說的特色 先請球評給大家來分析一下 這場比賽就可以看到中國選手梵振東他的暴力美學 對他從揭發球他的反手擰 他就算是標準新生代的打法 所以在揭發球他反手擰的使用頻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也可以看到他的下盤是非常快而且是非常有力的 所以在中原台不管是正手還是反手 他都有辦法適時的去取到他想要的位置 然後去把質量去加滿 當然因為梵振東也是新生代的這個難桌的打法代表 過去他也是神童 我們剛剛也提到這個神童在今年的試錦賽當中 已經可以開始走俱樂部了 在他們還沒有成年之前都還蠻有機會的 當然包含現在今年試錦賽當中最大的兩個年輕的欣欣 但憑也沒雨說他欣欣不太對了 因為他在雅琴戰已經寄進四座了 那日本隊的張本志和在這次當中 打掉自己前輩水谷準 現在也是讓大家開始期待 那這場比賽的同時其實他也這個張本志和也要出戰 所以他有沒有辦法闖進八強 有沒有辦法再寫下試錦賽的最年輕的八強紀錄 甚至四強紀錄那都有可能 也是值得大家在接下來的比賽當中一起來關注 是的 然後再來 算是新生代新鞋或是打法的替換 其實中國隊很明顯兩個代表性人物 上一個世代的雖然現在也是球王 但是他的打法跟現在凡振東 就是不一樣 是 像凡振東剛剛講到的 他是以揭發球員用反手擰 或批場準備反拉為主 但是像球王馬龍 他就是以白短控制反控制 去搶上手為主 所以這是完完全全是不同世代的打法 對當然這個早期 我們講早期可能是90年或2000年前 其實正手拍的球員還是比較多 但是現在幾乎我們講 刀板和拍其實是主流 沒錯 那像蕭球過去有一段時間 也是大家拼命在切彩道 但是現在相對來講 主攻蕭球的真的越來越少 因為蕭球也不見得是每個人都能打 對而且會教蕭球的教練也少 因為蕭球玩的是旋轉 完全是經驗 所以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 你讓選手去練 你只能靠選手自己去揣摩 但是如果你教練 是非常頂級的蕭球選手 就可以去教選手 再打顆粒或對手拉什麼旋轉 你可以去怎樣去玩旋轉 去加旋轉 去騙對手的這個經驗美感的地方 就可以讓選手不要走這麼多歪路 是浪費的路 對 當然這個我覺得對選手來講 有時候在每一個不同的時期 會流行一種打法 像當然刀板我們講橫拍就是 在兩千年之後成為險學 不過這個出場 會到這個比賽現場 這個出場好有星際大戰的感覺 對 現在南丹的16強賽要正式的開始 那這個開幕的儀式 真的很炫 第一個剛剛走出來的就是日本神童 張本智和 那他的對手 其實大家都會把重點放在他身上 張本智和的對手是斯洛伐克的選手 接下來畫面霜東出現的就會是 我們稍後要為大家帶來轉播服務的對戰組合 首先出場的是德國的地主選手 菲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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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 是目前要 要 好好幫他加油了 當然還有這個 Ocharov 跟Timo Bowe 也都還在16強名單當中 但有沒有辦法 八席當中 強下三席 他就是關鍵 對上的是 反正東 今年20歲 但是你真的看他走出來的這個騎士 跟這個班 都不覺得他只是個20歲的 我們講 小屁孩 好了 他完全不像 他已經 自己的定位 是在那個CAM上面 對 這個就是 自信心 如果 用卡通的術語就是 霸氣外露 我 哈哈哈哈 當然其實 凡正東的這個 戰功啊 也是 非常的 標柄 當然現在他 應該是中國大陸接下來 最有可能可以挑戰 大滿冠 甚至全滿冠 的這個選手 那 在 馬龍是 目前還在中國隊是 第一把交椅 不過 未來啊 相信 凡正東應該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外 應該可以順利的接棒 沒錯 就 也夠格了 當然 凡正東第一次參加市警賽 就是在 13年 就上一次 尤其是 莊志願跟陳今天拿下 雙打金牌的 那一年 那 對他來說 他 市警賽也 目前個人還沒有收獲過 任何的獎牌 所以 今年有機會在單雙打當中 目前他都還在 出賽名單之上 所以 有機會可以在 今年 17年的市警賽當中 讓自己的 成績單上面 開始有 留下這個 助記啊 好 當然在今天 接下來 這剩下的 兩天賽事當中 陸續就會開始進行 準決賽 跟這個決賽 像 男雙的部分呢 現在四強的名單 也出來了 那女雙的部分 也是 海軍隊有兩時 那 日本隊一起 另外新加坡 所以 金包銀還是有空間的 那 至於 女單的部分呢 現在 最後的女單四強名單 也已經出現是 丁寧 平野梅雨 跟朱雨林 和劉詩文 在稍後呢 我們也會來 一起欣賞到 女單的四強的 這個準決賽 到最後 到底誰是要 搶進冠軍戰 現在呢 看到 Felix 和 凡正東 已經準備 要來 進行比賽 對 對於德國隊來講 過去還有一個 是這個三哥 但 呃 我們也常常在聊到說 其實在 今年已經三六 三七 他 再如果他真的完全退下來之後 其實德國的男單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斷層 對 在奧查洛夫跟Stager之後 誰能夠扛第三點 哇 那就比較有疑慮了 有懸念 而且Stager 在前面幾輪就遇到我們的中華神童啊 引雲爐啊 也 差一點點 就 落馬了 哈哈 所以 其實我覺得 各國其實 目前都有 普遍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 有一點 一點兩 兩點三點好 你說一點兩點好可以 要真的到三點以上 真的比較 比較難 除了中國隊以外 我想目前就 陣容上面來講 相對來說 整齊的可能就 日本韓國了 嗯 那你說像香港啊 新加坡你說真的要排到三個以上 真的要在這種市場當中 真的有人海戰術可以來玩的 好像呢 放眼國際 也沒幾個國家 能這樣子 處理啊 比賽即將開始我們看到 凡正宗現在的世界排名第二啊 年紀只有20歲 右手的持拍 最好的 成績是在15年的時候的四強賽 所以今年要來 更上一層樓 蠻有機會的 在南丹跟南雙 目前都還保有這個 角足冠軍的資格 不過他在今年的 雅錦賽當中 是拿下的 南丹的冠軍 所以 換句話來講 雅錦賽 通常大家都說 這個已經等於世界等級了 那王浩呢 是負責 凡正宗的主管的教練 過去也是世界冠軍 對 因為他們是隸屬八一隊的啊 現在即將正式開始 好球 擺到一個 進台的高球 去做一個撇啦 走一個對角線 這個反手的位置 非常的 有效果 但是 正常來講 消球選手 最討厭的就是 遇到中國大陸的選手 因為 他們 國內消球選手 真的很多 所以 而且他們又有 特定的選手 是幫人來輔助訓練的 而且他的 正所的 交面 也就是中國海綿 其實是 比較不怕 消球的旋轉 因為他有 他可以剋掉他 削弱他的旋轉 對 他可以去 用頂的 去把旋轉去頂掉 反拉 過度 哇 哇 還有嗎 哇 哇 剛剛 羅文 去做了一個 直線的反拉 他的難度非常高 雖然你說他是 這個 說他是 純消球 其實如果只看這幾版 還以為他是一個 轟擊 轟 重炮手 是 但是現在 消球選手 必備的 已經不像之前 傳統的 消球的打法 現在你一定要會攻 你不會攻 你就真的 現在 這麼 算是 暴力美學之下 你就只有撿球的份 是 當然剛剛球評也提到 中國隊在 面對消球 很有一套 因為他們可以把 今天 列為主要觀察的敵人 他就可以 練出一個 陪練員 跟你走一模一樣的套路 對然後跟你使用一模一樣的氣場 是 再看一下這次 這個而且 無倫的消球又有點不太一樣 無倫的 紅色那面 就是傳統 消球會使用的長焦 所以在上一分 去給到樊正東的正手大角度 他就是用長焦的特性 他是用刮的 對他刮的他可以去抵 抵消這個球的旋轉 而且去讓這個球的速度 是有突然性變快的 反正跟這次想直接走 直線的 來加壓 有力道大的 但是面對消球 確實也要比較有耐心 對 你如果照進急攻 其實反而有時候會 搞不清楚這個旋轉 以前打消球 最重要的就是體能跟耐心 但是現在這兩樣一樣存在 但是現在還有再多一個星 叫做小星 因為他 因為他不消 他有的時候他 動不動就上來進攻了 但不能出星 對 6比5 藍建東還有一分領先 不過看起來他對 所以 如文還是 還在適應當中 嗯 而且很明顯的 今天在拉球都是 拉出界 最好在適應他的旋轉 確實消球的旋轉的方式 你如果用一般的拉球來 來處理 那就比較有可能會失誤了 對 應該是說 凡志東都想像 如文 蕭怪的旋轉是 很強很賺的 嗯 但是 自己在 控制把弧線再加高了之後 反而應該 現在他心裡的OS是說 其實好像沒有很賺 倒板 好球 當然消球選手的另外一項特場 應該說他們必備的技能就是要 足夠的防守 對 回拍 甚至是 對拉 他們也是必須要一定的程度 嗯 不然就算你很會消 你有時候可能 也沒有辦法完全 球球都可以消回去 沒錯 所以說白一點 真正消球的高手是 他消這板 他就要讓你 只能拉哪裡 嗯 對 這就是他玩旋轉 然後去擠壓你 然後去打你重心 然後 他的效果 他就等待下一板 好球 在 平手的情況下 反正公其實打得 非常的扎實 也沒有特別的 造質 而且這個球可以看到 反正公正手在變線 突然性的扭力 爆發力是非常強大的 過度 發力 還是出界 因為其實是 消球這樣子的動作 其實每個選手都會 對 就像我們剛剛在前一場看到 在往前 在 這個某種程度 也是最基礎的消球 但你怎麼讓這個消球 把他的功能 極大化 那當然就有些人會 特別針對這個來做練習 這球拚進去了 要把 樊正東 用他的顆粒 去做一個 刮去 逼到他的正 正手啊 踩交道步 之後 去做一個撇拉 變線 這個 局面有點比較出乎 樊正中的意料之外 他在 控制對手上面來講 在第一局目前沒有那麼的順手 往前 反拉 哇 去逮到機會 去做第一時間快帶啊 也是有防備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要小心 對 不小心他就上來了 如文小心 沒有小心 就變成初心 放了一個大把 大空檔 對 樊正東在 剛剛這一次的來合當中 確實他也非常 耐心的讓 去處理 是 如文的削回來的球 對 因為他不會 他沒有 大家仔細看他其實是在第二 第二拍的時間 再來做 選擇做出手 嗯哼 哇 樊正東也非常的聰明 其實如文剛剛那顆球是可以去往下刮了 但是他也是想要去做一個節奏的變化 所以去做一個假動作去刮了一個短的 但是 樊正東是並沒有被破壞重心 是 十比九 樊正東搶下局點 喔 吃旋轉 這個 是沒有 預測好他的旋轉 對 因為可以看到這顆球 如果你是用他的紅色來發的 紅色是長顆粒 長焦在發球 是沒什麼旋轉的 是不賺的 第一局就進入到boost 對啦 反手 消回來 來 正熟 哇 還是出界 太不可思議了 可以看到 如文在 中遠台 都 或者是反彈的能力 也是非常強大的 這個側拉 這個球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如文在最後一板消的時候 他只是先把它先咳回去 所以他是沒有好好的去摩擦到球的 這顆球過去是沒有很賺的 哇 刮正手 一次網子幫忙 其實樊正東反應非常的快速喔 而且也在 往前急救 救了這顆球之後 其實也很快找到自己的下一板空間 不過 在這種快速來回當中 對消球選手來講 他的 優點跟缺點 就會在這種快速的情況下 就會呈現出來了 對 但是德國選手 如文 各位觀眾們可以看到 他的 正手的動作 其實是沒有這麼正統 他是有帶一點撇吧 所以這個對他的 對手 要抓他進攻的線路 我們台語說 這叫 抓莫雄 人家 他拍抓 對啊 路文的發球是1比12 這時候 樊正東再會 再度搶到局點 哇 這次 就有驚無險喔 對 還是利用短球 還是中國的特點喔 對他特別 也讓這個 樊正東沒有辦法在 直接發球之後 很快的用消球來做控制啊 當然 樊正東在第一局打得 是稍微辛苦了一點 但相信在試贏之後 應該在第二局當中 雙方會再做 戰術跟策略上的一些調整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這場 男單16強的比賽現場 歡迎回到11 Sports 我們在 現在為大家送上的是 2017 九州市井賽當中的 男單的16強戰 現在 德國隊的 銷球 好手 如文 在第一局 和樊正東 殺了個難分難解 在經過Deuce之後 樊正東才 驚險收下 當然 這個球評剛剛也提到 Ruwen這種 消球型的打法 當然我們前 前面兩天看到的 都是亞洲的消球的選手 相對來講他的技戰法 好像 跟Ruwen又不太一樣 前前看到的消球手 都是比較正統的 尤其他的 正手的動作 進攻的方式 都是相對的比較 純的 對 但是 可以看到這一場比賽 畫面中 神衝紅色衣服的 德國選手Ruwen 他的正手 跟一般的選手 比較不一樣 他是有撇拉 所謂的撇拉 就是有稍微去往側邊去磨到 所以這顆球拉過去 是有帶側旋的 所以 相對的 會比較 噁心一點 對 他的 球啊 比較會像 在空中的旋轉 有點像蝴蝶一樣這樣 飄啊飄 但是他又 沒有那麼的好預測 嗯哼 當然消球我們有時候 再用那個棒球的比喻來講 他有時候比較像蝴蝶球 嗯哼 他 有時候可能有旋轉 有時候可能沒旋轉 因為他就是透過 攀面跟球接觸的這個 控制來讓球 加深他的旋轉 他沒有旋轉 所以 我是覺得打消球的人其實 蠻厲害的 非常厲害 那個手腕啊 跟他判斷 對 主要是 消球打的就是 頭腦跟邏輯啊 嗯 因為 他必須要去 判斷 對手給的旋轉 力道 還有他要想說 這顆球他要怎麼消 下一板 他要怎麼動 然後他要讓 對 對手主要他 就算他發力 他也只能去拉哪裡 是 所以打消球選手 會 越老越吃香 就是這樣 因為經驗 這手都 對拉 這不賺的 還是吃不賺的 對 但是其實 凡生東應該自己現在也很意外 就是說 其實 在對拍的過程裡面 他是佔有優勢 嗯 但是其實包含這一球在那好幾次喔 在多拍來回之後 凡生東都自己殺出界了 對 因為可以 從慢路看到這一板 如果他只是稍微點一下而已 所以他只是利用 底板的力量去製造球行進的路線 其實他沒有去做手上的摩擦 嗯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一個大不賺 好再度的 再度的讓 再度的讓 如文只能用 蕭球把球給 勉強的 對回來喔 但是這種 但就 畫面上來看喔 看似凡生東佔盡的優勢 但其實 嗯 也不見得真的每一球都能夠很好的處理 對 因為有的時候 雖然你看蕭球選手 怎麼 像這個球 很高 進往 很甜 但是這個就跟漩渦暗流是一樣的 對 看表面平平靜靜的 但是 哇 下面 你看 凡生東這一球一接觸到 拍一接觸到球的瞬間 他竟然球是往 下面走 對 這個就直接吃旋轉 所以 打蕭球 蕭球選手 有一招是他最擅長的就是 他知道這個球 他有把握完全去加到 下旋的旋轉 他會刻意的去削高高短短 轉轉的去給你 去引誘你法力 引誘你犯罪 哇 反手啦 哈 所以 那如文啊 千松熊斗啊 他們都是屬於 這個 反正調查科裡面 要有一個架開管的選手 在第二局 哇 這個 如文設下的陷阱 真的還蠻有用的 凡正東都一一的掉下去了 因為讓他的 他 銷回去的球 看起來都好甜 好好打 可是 在旋轉 加持的情況下 卻沒有那麼好掌握 嗯 所以對 黃正東來說 像比較進往的高球 如果真的順手的話 那可以去用衝的 去用拉的 但是有的時候 沒有這麼好去摩擦 或是旋轉沒有看那麼準的時候 進往高球 他可以選擇用扣殺的 是 因為 下旋你要去抵消他 有兩個辦法 一個就是摩擦 也就是所謂的 正手拉球 嗯 另外一個就是 用力量去 打掉他的旋轉 也就是所謂 比較傳統的 進攻方式就是 扣殺 他可以用殺的 去把旋轉去打掉 這次 反消是 這個力道也 有點過頭 而且其實旋轉完全不對了 這時候 凡正東先暫時執行 哇 是個撇拉 其實真的就像邱萍說的 如文他其實並不是一個動作非常標準 甚至說 他是一個不正統 蔡奇亞的這種 你看他的 這個 他也沒有做完整 但是他就是有辦法 好啦 其實就是 黑貓 不管黑貓白貓 只要能夠打進去的都是好拍 都是好選手 哇 這是怪招太多 凡正東像這種 比較正統出身的 訓練出來的選手 真的 突然 不是說拍咪啊 拍的 遇到怪人 有時候真的 適應的情況 就真的 每一球真的都不一樣 凡正東也確實 使出了 看家不一樣的 這有各種 他發球上的變化也好 或是他對遠近台的調整 控制也好 甚至是要用相持或是進攻 其實在第二局 逃不到便宜啊 嗯 而且跟 羅文達 你還要 更讓你頭痛的是他不只 正手有進攻能力 他還有反手拉的能力 對 他的反手不單單只有過渡喔 好 同樣在這個角度 變線 哇 好球 哇 把角度去 變線了之後 直接搶第一時間 換凡正東去做一個撇拉 搶第一時間的時間差 但如果真的每一分 要打得這麼辛苦喔 凡正東卻要更有耐性 他必須不能這麼的急於 把進攻的主導拳拿過來 這個球轉了 非常轉 快打 又打到空檔了 這樣子快打就是凡正東相對來講比較熟悉 而且他能夠掌握的方式 對 凡正東一定要想辦法先頂住 波紋他的那一板 比較奇怪的進攻 防完之後等下一板 快點去搶快點 就讓波紋有時間退 啊 偏高 好球 在5比10的情況下 現在是連追3分喔 這個時候 反正東 真的超零的成熟喔 對 20歲 但他並不慌 也沒有亂反 反倒是自己 追分的 戰術跟心態 我覺得蠻值得大家來參考 對 而且在 還蠻大幅度落後的時候 還有辦法去做高難度的出牌 不管是怎麼第一時間 或者是撇拉 對 意外 再這麼早 就很暫停 這一局 對 俊倫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中國隊 只要讓他 這口氣喘過來 他就變超級賽了 對 那當然 以這個 現在 反正東 如果能夠先成為悟空的話 我想他以後 變身的機率 就稍微會再大一點點 對 因為現在超級賽亞人 是師兄馬龍 幾乎完美 無破綻 對 當然我覺得有 像王浩這樣的教練在旁邊 真的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好幸福啊 王浩 從以前選手到現在執教 都曾經有採訪過 確實 他的 涵養度 跟他的這個腦筋 我覺得特別是他的腦筋 鬼才 應該是說 能夠打到這個層級以上的 應該剩沒幾個正常人 所以 言下的記憶是 台灣一個寶島一個裝飾員 也非常人 這個是主播說的 謝謝主播為大家解釋 好 回到場上來看到 王浩東 王浩東 按照我前幾天比較常常 那個 一說就破的情況下 王浩東在追分的情況下 真的是 很有穩 沉穩度非常的 夠 發力 哇 直接發力把角度抓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王浩東現在就是 感覺他也像一個消球選手了 只是他不是用消 對他用進攻 快慢輕重 有旋轉 沒旋轉 他真的是在等待 球彈起來之後的第二 甚至第三 時間再來選擇做 會拍的方式 哇 但是這一球來得太晚了 這球也打得非常的果斷 是 他也知道現在 王浩東已經有辦法去 掌握旋轉跟節奏 現在他不消了 但是這也是還蠻常見消球手在關鍵的時候 或者是拉分的時候 想要把分數再拉開 或者是在關鍵的時候使用的手法 就是發完就搶攻了 改變節奏在剛剛這個10比10 Duce的情況下 先收到了奇效 不過在第二點 我覺得RUN確實也是很成熟的 選手 29勝 看他在第二次 但是 搶下局點之後 他 也改變了自己的方法 這樣雙方 再度形成Duce 插王 哇 選錯位置了 王浩東這球 處理得不聰明喔 其實雙方都在動心機 是 雙方都在看 看對手 所以 其實王浩東這球 他已經決定要擺 他想要用切的 而且他也在看 RUN從中原台 在衝進來的時候 是不是在準備側身 他是抓準 RUN他會側身用正手 所以他最後在擺的時候 稍微去晃一下 去走到RUN的正手位 但是RUN也 也同樣抓準 凡正中的心態 對 所以他剛好形成了一個眼殺 哇 在浪費了7個局點之後 Felix RUN總算啊 千金萬苦 再度在Duce之後 是搶下了 第二局喔 哇 這個對於凡正東來講 這個 紅色警鐘 開始要先去插電了 要拉緊爆了 現在對於盧文來說 真的是不容易喔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看凡正東在最後 好不容易 真的已經很強了 連追五個局點啊 從5比10追到 10比10平手 甚至在Duce之後 也曾經搶下過局點 不過 盧文也在 這個暫停 這個確實也喊得不錯 稍後的我們來 可以討論一下 喊暫停這個時間點 價值在哪裡喔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現在德國隊的盧文 是取得2比領先 過過不再 這場 中德大戰喔 凡正東跟 如文的對決 現在打完前兩局喔 雙方是 1比1平手 各自在Duce當中 搶下一局喔 真的是 很難打 我覺得這種 這種笑球的選手 我不要講說以前 我們 也沒有說以前啊 我們仁川亞運打 朱思賀就已經打得快 頭痛了 當然我們昨天也看到 莊志願打 春松熊斗 算是 輕鬆愜意喔 不過真的 遇到盧文這種怪咖 哇 哈哈 撞一擊給他自己 哈哈 真的就是 盧文他自己去 轉到自己 因為他一個撇拉 然後 梵正東 他也去做一個 反旋轉 所以球過來 是從外面會斜進來的 盧文應該想 欸 這我們刀捏 你也比較幫幫忙 咧 這個球 想要再加賺了 不過 以前很多人會覺得說 碰到旋轉的 很擅長旋轉的選手 我們就用旋轉來反客 但現在好像不見得 大家會用這樣的思路來看 對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你擅長用旋轉 那我就不給你旋轉 對 所以這也是剛剛 凡正東 在5比10 5分落後的時候 他追分的 手段 他是有輕重的 而且他是有 拖短球的 假弧圈 這個反手夠有突然性 對 現在凡正東會想 目前我們看 從他剛剛追分到現在 他會利用 反手的部分來把球 盡量讓對手回成 他正手的空間 讓他有機會 透過 騎板來 避免 對手的旋轉 哇 這就是拖了 拖又不轉了 這個球已經出現了第三次了 這個 Ruwen的回球看似 甜蜜 但一吃下去 結果都是 免禮針啊 這球落到 凡正東的台上 是沒有跳起來的 所以分正東 等在那邊 但是沒有想像中的 高點 可以去下重手 被偷長球 而且在腳下 沒有重心的情況下 用手的手感 去彌補 而且還有辦法走直線 哇 Ruwen的進攻能力太可怕了 你知道 他這種 這種 今天這樣子呈現狀況 讓我想到 昨天羅馬尼亞 那個選手 對 Ruwen的戰術 但是當然 Ruwen的戰術 細膩的來講是比 Ruwen好很多 嗯 而且打法又更多元化 是 不管是正手撇拉 還是反拉 或者是反手 這算是反手撇拉 這不算擰嗎 這個不算擰 還沒有最後的那一個 對 因為所謂的擰是打到 球的 面對球的 11點鐘的方向 10點或11點鐘 有沒有看到 就是左側 但是剛剛他走到的是 2點鐘方向 哇 這個直線加壓的 來得又快又急 4比4 不過會不會在 比方說像 凡真東現在來講 他在處理對方的消球來說 嗯哼 他回去的時候也順便 手也帶開始再帶一點 加大 加大力度的去旋轉 他現在應該會比較 重視 長短 輕重還有突然性 哦 嗯 就比較不會再去旋轉上面跟 對方做穩著 對 而且在凡真東這邊我相信 他現在一定會多一個 出手的頻率 就是他的反手 因為消球選手習慣性的 就是對手用正手來進攻 這個是他們習慣性的節奏 但是 如果進攻 哇 哇好球 先看完這個球 哇 博文真的是神了 他其實已經預判到了 凡正東會放短 嗯 所以他在遠台消完之後 是直接 直接名槍起跑 我們再看一次 接完這一拍之後 他是直接就往前走了 對 所以這個就是消球選手 他可怕的地方 他一消他就知道 你只能怎麼擺 你只能擺 你只能擺 哇 被羅文的反手拉去 拉到有點起雞皮疙瘩啦 對 而且羅文確實是個 腦筋非常靈活的選手 他的預判能力 在剛剛這幾拍當中 大家都可以 欣賞到 嗯 而且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剛剛那一分 可怕的不是羅文的反手拉 是上一板 羅文他有辦法用長顆粒 而且去搶第一時間去回短球 這是非常高難度的技術 6比6再度平手 對拉 這次的 硬碰硬啊 對 所以 我真的覺得 羅文 我們可以考慮來規劃一下 哈哈哈哈 開玩笑 但是確實 這樣子類型的選手 目前在國內是比較 沒有看過 非常少 7比6 反正東再度取得領先 第4比4 6比6之後 他其實都能先上手 不過 高手過招就是這樣 大家很快 在一兩球之內 就可以找回到 突破的方式 對 其實反正東在進攻的層面 是 還在水平上的 而且是非常穩定的 但是 往往問題 都是在 就是 在切的時候 在控制的時候 都被 羅文去 逮到他的心態 是 所以 反正東如果在 體力允許 還有 判斷旋轉 是OK的情況下 這場比賽他可能要多拉一點 盡可能的不要再切 再控 真的是得一分都不容易 而且 反正東 也因為消球 污問的關係 這個 他有時候自己 可能原先預定 設計好的 路線 其實對方未必是 照著他的運氣來走 對 因為有很多他 控制 把球 鎖在 反手位的球 像一般的 日本選手 日本或 韓國的 銷球選手 他們就是 乖乖的 去把它銷回來 對 對 但是如果一倒板 用平面 用反手就甩你了 剛剛這球真的會讓 如文覺得 這是在中投 比嗎 蘇州四行三已經結束了 這時候 反正東在第三局 拿到了 局點有三個 哇 這也算是本來想改變一下節奏 不過效果沒有達到 所以 這應該是目前看到 第三局是 局點當中最乾淨俐落的一次 反正東11比7 搶下第三局之後 現在是取得了局數上 2比1的領先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這場 男男士六強的比賽現場 歡迎回到Eleven Sports 在今天 周六 台北的天氣 應該全台論天氣都不太好 所以大家可以 考慮回到家裡 打開電視機來看 這場世界盃最首錦標賽 因為也只能打開電視來看 在德國的杜塞道夫進行 已經到了第六天的賽程 現在畫面當中 大家看到的就是 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梵建東 對上的是 德國的銷球的好手 如爾 當然也要透過這樣子 國際級的比賽 大家才會看到很多國外 很多 不能說稀奇古怪 但就是露數 很難捉摸的這種高手 當然像之前我們也是押警賽的時候看到了 幾乎當時都把重點 大家會鎖定在 中國、日本、韓國 這幾個傳統的強權 不過市警賽現在一個一個 都看到 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但是現在可以看到一些歐洲選手 他已經不太像全場的使用 橫拍兩面平面在中遠台 他有很多短球的處理 進台的快攻 還有遲拍的方式是已經比較不一樣了 尤其是像德國選手 如爾 就是我們難得可以看到歐 歐洲選手打蕭球 而且如爾的打蕭球的一個 可以欣賞的地方是 控制力很好 對 進攻能力也很強 對 反正中這次的遠拉 三比零 而且如爾有一個 我也覺得蠻好奇的 是他其實並不迷戀蕭球這件事情 嗯 像朱士赫 我們大家可能過去比較熟悉 像朱士赫大概 十拍裡面有八拍 至少七拍 會是蕭球來做處理 然後在最後關鍵時刻 可能再用正手來碰 但如爾大概蕭球跟 其實他一般打法的比例 比較接近 六四或五五 對 不過 反正中在這一局打得算順 特別是他的正手拍 造成的 威脅性 蠻好的 反正中在這一局的戰術也做得非常好 現在他在沒辦法去主動發力進攻的時候 都加轉拉短的 拉到 魯文的正手位 然後因為短的魯文站在中遠台 是比較不順手反拉的 他只能用兜的 兜過來的球 反正中只要抓 抓準這個球的彈道 這個下一板就是一個很好發力的機會 是 其實 簡單來說就是 想辦法 讓對方打到 變成做球給你打 對 再說白一點 反正中這一局的戰術就是 只給魯文旋轉 不給他力量 不讓他去借力 是 因為蕭球就是借力打力的 最極致代表 對 他們也都是從武當山先學完 學完之後再下來各自去練功 所以 一旦你限縮了他 在第一時間策略的 可以發揮的機會 相對來講就會比較有優勢 哇這個才吃旋轉 突然又開始跟他打旋轉 他正中 也是 他要拉應該要拉到 盧文的正首位 因為其實盧文蠻容易被引誘 也開始 揮擊到 恢復到正常的 揮拍模式 哇 正首位調打 因為一般 來說銷球的選手會 很刻意的去要讓發揮自己的 銷球的 能力 會 有時候會刻意會避開 還不讓自己 去使用 比較多的正首派 不過 盧文倒是蠻特別的 剛剛這一分就是 我剛剛說的 凡振東他使用的戰術 是拉轉拉短 然後這個就是兜 蕭九選手的兜 然後兜完 凡振東就等著下一板 去發力 好 好 一個Lucky ball 還是等他兜 讓他兜 讓他兜 對拉 中仁台對拉 盯住正手 非常多的中仁台 發力的來回進攻 對拉 但是剛剛那個 箱子球就可以看到 跟前幾局是不一樣的 在前幾局 凡振東對拉最多兩板 下一拍就一定會主動先變線 變到 盧文的顆粒那一面 但是 現在也知道 剛剛在顆粒旋轉上面吃了很多虧 現在就跟他硬碰硬了 就不變線了 不過 在發球直接得分 還是在這場比賽裡面比較少見 而且另外剛剛其實 看到盧文在對拍的五拍左右之後 自己反而是先想 用消球來 反消來 讓自己能夠變成比較主動 不過可惜 沒有達到他自己要的效果 角度已經被帶開來了 現在盧文 比較 不妙 因為 凡振東已經找到可以破解他的方式了 不讓他消 盡可能的 在進攻的啟動點都是等 若文先兜完之後 就開始啟動 沒錯 在沒有辦法掌握主動權的情況下 若文其實在第四局 就相對顯得被動了 那 凡振東在沒有犯太多 錯誤跟自己自身的失誤的情況下 其實在第四局整個 戰局的演變是完全在他自己的預測 所以最後也 在這一局當中打得相對輕鬆 11比3 拿下第四局現在也形成局數上3比1的領先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錯過不再 歡迎回到11Sports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凡振東跟德國的消球好手 若文在南丹16強戰的比賽 現在 前面三局真的是 讓人家想說 天啊 這狀況也太膠著了 不過 這也是中國隊厲害的地方 你看 反正那些四局 瞬間就找到了破解的方法 對 這關鍵可能會在哪 關鍵就是 反正東在前面幾局 我先講對拉 對拉這個環境 只要形成對拉 在前面幾局 反正東他都會主動先變現 很著急的變現 然後去變到 如文的紅色那一面 也就是顆粒那一面 但是 削回來的旋轉 反正東是沒有掌握住的 或者是 如文削回來的時候 反正東在前幾局 是用擺的 是用切的 所以這也是 如文很多去 在中遠台削完之後 轉進攻的機會 所以在這個環境上面 吃了不少虧 是 而且 反正東在第四局的時候 去做了一個 進攻上面的改變 他 在處理下旋球的時候 他沒有急的去發力衝 他是只 只給旋轉 去把這個球去拉轉 拉短 甚至 刻意的拉到如文的正手位 去讓他 在沒有站位的情況下 他只能用正手 兜 用平面來兜 然後反正東的重板 就在下一板 等著他 我當然反正東的 這個 好像是戰場的 綠遠台 現在就是到 國際間學一學 可是他還沒過在 經過前面三局的這種 交土戰 你拿一分 我拿一分 你得兩分 我得兩分 這種情況下 他還能夠靜下心來 能夠去找到 相應可以克制的方法 就真的是 了不起 對 而且在上一局 反正東的發球 也是有做調整 也是 長球的比例 突然性也是 有偏高 有稍微去提高 再拉正手 想要去搶快點 想要去搶快點 倒不是他 自己 失誤的事 已經打順了 幾 想要去做一個 搶快點的時間差 哇 好球 這個就是 前幾局的劇本 反正東主動的 變線 然後去 看似有壓迫到 烏文的反守位 但是他在後面 消過來之後 都可以逮到 去轉進攻的機會 這一球打得 非常的 激情 而且 烏文的反守 真的也是一局 對 不管是反 不管是消 還是進攻 他消 也很穩定 很黏 插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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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想要去做一個 控制的 切球 但是 一出拍直接吃旋轉 但是 好驕債 插邊球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說 應付消球的選手 講得 講得比較通俗一點 我們就用切的把它弄回去 對 所以 這個 有時候 效果 還真的往往也好錯 就是 不要陷入跟他在 這個消球的迷思裡面 對 主 我講到重點了 他要的就是你拉 他要你拉過來的旋轉去加轉 然後把問題旋轉去 還回去給你 對 你有的時候 除非你進攻的能力所及 你可以用進攻去把它去 突破它去把它去拉穿 是 不然你真的進攻是比較博弱的不拉 不拉就被 冷好細啊 對 你就跟他切去控控控 然後等到他 重心稍微有點偏掉 會有出高球的時候 你一板往他伸上去 對 這球也是可惜啊 其實十拿九穩 五比四 在 第五局裡面 變得更小心謹慎 因為現在 對他來說 落後的局面 這個球還是往下墜了 這就是現在常賽的入球換成塑料球 球的特性 稍微去拉轉一點 往往都有一個不規則彈跳去往下墜 對 當然對球的適應這種問題 其實是每個選手都有的 對 這倒也沒有 哇 出其不易啊 出其至勝 這個 終於看到他的反手擰了 對 對 而且非常乾淨俐落 起板的第一 彈跳的第一時間 我感覺這種球 這個這顆球很適合出現在賽末點 對 好 又形成了 反正中的 要的 方式 不過 從第五局一開始 其實如果你 你似乎也有找到可以 對峙的方法 對 不過可能因為他的 目前的 在這場比賽當中可以 使用的招數大概就這些了 其實這個方法也是 凡正東去給他機會 因為 我相信是因為 配球的關係啊 因為在上一局 凡正東 主要進攻 都是去拉到RUN的正所位 現在想要利用 第五局 開組先把注意力再把他 再配回來反手一點 所以 又回到前幾局的劇本 劉仁剛剛這個 insideout的這個 控制力也非常的好 嗯 因為他其實很靠近邊線 2比7 反正東還有1分落後 好 好 好 可惜了 拉得夠深 對 這已經是壓力 反正東加給 如文的壓力是已經到了 最邊邊的 對 進去就冒鍋了 林子洋加到最美 7比7 對 在第五局 反正東又把比數追平 這球想要去做一個防守突然性的 加旋轉加速度 突然的加壓 不過 力道 並沒有 控制在 最理想的情況 加上他這個反帶 有一點弧線這個 反倒拉了起來 對 這個就是他判斷 旋轉是把他想得太壯了 連續兩球 一比右 又振球一個反手 再看一次 對 如文也有準備 是 現在在站位 看到 凡正東在處理下訓球的時候 他的習慣性是拉短的 他現在主要的戰術 所以如文現在的站位 也稍微往前站了 好 哇 又逆側發了一個正守衛 的短球 在七平之後 好不容易自己 打得很漂亮 追了兩分 又領先兩分 不過 這個似乎就有點 唉 會堆心肝 哇 這兩個 真是 很輕易的 就把分數又還回去了 對 這個 這個 這在消了 下盤的 站位 跟 重心沒有配合上 對 在消了就不夠柔 稍微有頂到這顆球 再度的平手 9比9 但 如文現在發球 又拉了 反拉 好 喔 真的 守得真的非常地牢固 他在球台的兩側 進台的部分是 防守性 防禦率目前 看起來是非常地好的 嗯 但 怎麼樣 不要讓 梵建東把他的這個 殺的距離拉大 像現在這種就是他比較容易吃虧的情況 哇 殺出界 哇真的是讓他等到啦 如文 真的是耐心十足啊 這個 打七局的好處就是市場耐力戰 所以 小球選手在關鍵時刻 能夠 讓 梵建東 也不算完全的造勁的情況下 還是讓他 發生了 殺球上的 失誤啊 哇這其實 完全掌握在 梵建東手上 是啊 再看一次 這種更短的更甜的 竟然把他殺出去 對 那很可惜啊 反正如果那時候 換一個變現的方式 或許就 比較輕鬆 其實那一板 因為真的很短 又很高 非常勁往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扣 非常好扣殺的一個好決 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 右邊是一個大 反正東也要變了啦 不過 稍微 自己失控 所以 他出界之後 哇丟掉了 第55區啊 現在形成了2比3 反正東還有一局領先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比賽現場 各位觀眾 這場男單16強賽啊 真的是打得 橘橘精彩 球球有文章啊 這個 魯仁現在跟反正東 是形成了2比3 魯仁剛剛化解了 一局 驚心動漠的一局 對 原本1比3已經被聽牌的情況下 其實魯仁真的打得很有耐心 一球一球慢慢給你消 在消中再帶點攻擊啊 所以 反正東確實現在在16強賽裡面 對 遇到一點挑戰 嗯哼 而且現在可以看到 反正東在 進攻端 尤其在拉過渡球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點 小虛囉 因為 腳沒力 對 你看 一個選手在進攻 他是死的 有自信的 還是虛的 你看 你不要看他的手 你看他的腳 他在拉到球的時候 他的腳會跳 或者是腳會 踩 去跳一下 這個就是 在拉到球是 不實的 然後想要用最後腳的力量 來做最後的修正 對 所以 雖然這個是在修正 但是 眼尖的 對手就可以看到 他現在這邊是虛的 高手過招當然除了 手上的球拍以外 其他整體 特別像桌球 是一個整體帶動型的運動 嗯 每一個都是細節 所以現在慢慢可以看到 在拉慢的球 可以聽到反正那種 腳踩的聲音 然後這個畫面上面 就是球評講的部分 他在發力去拍之後 其實他的左腳 嗯 會 會抬 然後會做一個盾點 來做支撐 當然他如果一般正常體力 體能是體能值100的時候 他其實是可以 像彩莊一樣 踩在那裡 對 魯倫的發球1比3 兩分的落後 來魯倫 這個球在判斷旋轉 稍微 有一點誤差啊 這顆球 反正中在拉的沒有這麼轉 可以看到 上一板 反正中在處理這顆球的時候 然後在拉到球 但是 上半身是有稍微往前彎的 把空間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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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就是要等 反正中來 做進攻 不過 第一球就 沒有 回擊好 其實這也是消球最大 最有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嗯 因為你要去抓 拍跟球的接觸的甜蜜點 嗯 然後你還要造成他的旋轉 對 所以其實你要花 很 眼睛上跟你的 球拍跟球的這種感覺 要抓很久 嗯 不賺了 哇拉一個假虎拳 哇出界了 哇 這球想要去走一個直線 對 兜的 但是 畢竟直線還是相對的困難一點 這次環境中反倒跟過去的 特別不太一樣 沒有把 空間拉出來 反正是都在 嗯 先左右 然後在 改變方式 嗯 沒有完全讓如文退出台 進台 不賺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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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他這局裡面 團聰東的角度的調動 相對來的 比較平凡 也累了 哈哈哈 如文 這看起來也好像也有點累了 哎呀 彈王之後 喔喔 這個也是有抓到 如文的準備跟心態 哇 哇 但是 反正中間這種 這種球技是蠻多的 還好只都發生在 不關鍵的時刻 不然這個也是會 回去也是要面臂時空的 哇 又是反手啦 真的想不到 如果這種突襲式的打法 其實很很穩定 雖然這不是他的主力的招式 不過在他試著想要去改變節奏的時候 其實都效果很好 很像寶劍出鞘的那個 跑無線的拔出來 他對 他對這個動作他非常有信心 反正中也 反出了暫停 當然因為現在對他來說勝利只有 一步之遙 如果在這一局當中 沒有辦法穩住的話 就會稍微有點小微激 不過 比賽當中喝可樂也比較少見 一般在比賽也不都喝 對 正常來講在 機能飲料 對 在競技體育 盡可能的避免和碳水泡 對嘛齁 還是他只是用可樂的品質其實 那可能是 可樂有辦法去讓他 冷靜一點 每一個選手的衣純的東西 不一樣 比賽回復進行 在第六局當中 現在梵政東手握四分的領先 七比三 一個很關鍵的插邊球 其實我已經幫如文下好 可能的柱腳 但是因為還在進行 我們最後再來 再來分享好了 好 拉開 要等凡正東失誤嗎 哇 這個消回來了 鬼靈在重打啦 哇 非常深 對 還有 好球 哇 真的跑不動了 不過 真的要給如文掌聲鼓勵鼓勵 對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 這個我相信王浩的鼓掌 除了幫子力兵加油之外 其實 有可能要送給對手 你看他的消球的弱點 幾乎都在 底線的白線 前後 不超過一公分 在他已經完全沒重心 要來不及的情況下 他有辦法去控到這個程度 知道他 手感有多好 而且他的質量非常的好 頂到了 對 這個時候 凡正東 在剛剛過的那一坎之後 七比三的暫停過後 現在是搶下了賽末點 有七個 恭喜凡正東 恭喜凡正東了 在 經過前面有點迷航 也沒有到迷航 在經過有點 被對手迷惑住的情況下 在 第四局 突破成功之後 也開始掌握到了上風 當然 我現在就可以說 我的註解就是 如文 主場不是我的家 所以最後 2比4 不敵凡正東 也在南南十六強之後呢 無緣更上一層樓 那也要恭喜凡正東 順利的搶進到八強 有機會讓自己的事情 在掌排數開張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比賽現場